事实上近来这每天的确诊数字呢都破万例 未来指挥中心会不会将快筛阳市做是染疫的确诊个案呢 事实上日前呢指挥中心也透露说全台阳性率大约是9.63% 对此呢前台大感染科医生就说了 这数字双北是高于全台平均 或许呢未来可以先做事半 如果目前看起来现阶段大家还是持续在疯抢快筛 包含今天一大早许多人是冒雨去药局门口前来排队 但现在也有医生认为了未来这快筛世界价格一定还会在涨 要民众不要抢买当盘子 现在早上八点我们要开始发今天的号码牌 屋外雨势滴答滴答的下 大家想买快筛的决心却丝毫不受影响 七十八张号码牌十五分钟抢光 最早的清晨五点半就来 是因为大家上班族不用上班才有办法买到 到六点半 顺利买到的松口气玩来的不止有点哦 更质疑中央APP系统怎么网路数字跟实际都不聋呢 那货运配送的时间是比较机动性的 所以两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完全的符合 眼见大家封场单机一百的快筛 陈清医院胸腔外科医师认为 如果不是必要而只是筛新鞍那这段时间多少数量都不够 实验现在买一堆真的都是盘子 因为价格绝对会在降 OK啦 OK啦 合理啦 因为你我自己自买还要将近三百块 价位应该每个家庭应该还可以负担 也要看是跟谁比 就有布洛克po文人人口中说 德国一记同板价的快筛 那其实是中置 而且敏感度超低 怎么测都是因 如今在台湾是否真要快筛 即视为阳性 可批不等了 首推清症可分 咳嗽流鼻水拉肚子 拿三天份的ABC药包 毕竟市区筛检站 天天都是这个景象 前条大感染科医师林士币也说 因目前双北阳性率 已经高于全国的百分之九点六三的情况来说 的确可以考虑在阳性率超过百分之十的地区 实行快筛阳当确诊的政策 燃疫人数已经天天无位数起跳 计划敢不敢得上变化 也同步压缩了中央决策脚步 谢谢 谢谢你们去SFG小处台北什么都